大家好,今天我们教大家编这样一个脏衣服收纳框 因为我看好多人说想要脏衣服收纳框 看了大家的评论后,我决定给大家录几个脏衣服收纳框的教程 今天我们先来编这一个 对于材料部分呢,我一开始说的有点错 大家把视频看完又准备 所需工具,剪刀一把,池子一个,一个小曲子 我的吊沙发了,用勾针代替一下 大家准备煎一点的,硬些的东西就可以 不一定要找到起子 还有一根长的细线 这个细线呢,大家随便用什么代替都可以 我这里用的是一股的纸腾 用到的材料是纺针腾条,圆腾条 大家用竹子或其他材料代替也可以 一共四组 第一组是长1米5的16根 第二组是长1米的16根 第三组是长15米的一根 第四组是长25米的一根 颜色呢,大家自由搭配 后面还会用到零零散散的几根 那个我们现在还看不出长度 编的过程中才能看出来 后面又说 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 先拿出长1米5的这16根 四根四根为一组 在中间位置把它搭成一个井子 搭成井子后用一根线 将这个井子捆绑起来 就用刚才绑这个腾条的那一根就可以 你也可以在我一开始说的准备材料那里 裁集下来 捆绑好了之后我们调一下它的长度啊 让它都是差不多长 井子固定好之后 我们拿出准备好的那一根长的细线 任意选两组 就是任意选一根面 它现在是有四根面嘛 这样一组一组的 任意选一根面 拿出左边这组右边这组的第一根 这样拿在一起 把这根线套上去 套上去之后我们扭一下 扭一下呢 就是一根在上一根在下 然后接着第二组 这样搭着过来 也是扭一下 就是扭边一圈嘛 用这根长期线 扭边就是一直用下面的那根压 压上面的那根 这根现在在下压上面的这根 这样编一圈过去 可以把它推下来点 让它更紧一些 这组纹了后 我们开始来这个面 也是 这边的第一根和这边的第一根 第二根和第二根 这样捏在一起 以同样的方式 把这一整圈都这样编完 这里编完一圈固定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固定紧次的这一根线抽掉 抽掉固定紧次的细线后 拿出15米长的这一根藤条 这颜色大家可以自由搭配啊 我们任选一个地方开始 就选这个地方吧 从这里编的嘛 按照我们按照我们这里固定好的把它套上去 转圈移上一下编织 这里呢我们就不用扭编了 我们按照压一挑一的方式 比如说这一根 比如说这一根 这一根啊 这里压了 这里 我们从 这里 开始 这样 挑一 好 是这两根 你别把这个 横条的 顺序搞错了 按照这里固定好的来编 压 挑一 然后 压一 这样过去 这一根是在下 它就一直在下 然后在上的呢 是先挑了 后压了 再挑 就是一上 一下它们两个的顺序不变 这样编着过去就可以了 这里对折点是中心位置 第一圈还是有一点点难编 慢慢的来第一圈 这种边法呢 我们叫做直边 你也可以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来 这样子 我们这里编个三四圈 它稳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里面这一根长的细线抽掉了 这根线它就是起一个固定的作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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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掉之后 我们还是继续编着去 编法也是一样的 这里呢 编了几圈 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第一圈不怎么好看 有点错乱 第一圈大家编的时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你可以用扭编的方式 从第二圈开始用直编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第一圈就有直编 只不过编出来不怎么好看 我们一直编编到六七圈七八圈这个样子 我这里呢是编了七圈 我们就拿出一米长的那一组 一米长的那一组 在中间将它对折 从这个地方把它穿进去 之前有人问我想把那个框编大怎么办 就是我们腾条的长度你可以取长 但是一开始打底用的是石榴编 后面无法加嘛 怎么办 就是用这种方法 后面又穿条 你穿这个条呢 要和这里的一样长 我取了一米呢 应该差不多 出入着有一点点不多 然后我们用一个尖的东西 不好穿呢 或者就是起子之类的 我这里用了一个小锅针 这样子把它穿进去啊 当凭自己的手是很难穿的 一圈的把它穿进去 好 把全部的条都穿完 一圈的穿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编着去 编法一样 只不过我们现在是四根四根的一起 它的这个枝杆就是四根啊 这样编着去 编个两三圈 两三圈三四圈都可以 编完三四圈后 我这里是编了四圈 到这个地方 我们把这个四根四根的分成两根两根的 编法呢还是一样啊 再编着过去 然后就一直把这个 这两根条编完了 如果你想要做的大小 和我这个不一样的话 你这个圈数 编多少的圈数 编法一样 圈数的话 你就自己个人掌握 自己估计着来 不用跟我的一样 想编过跟我差不多的话 就可以参考着来 分开之后呢 我这里又编了三圈 编完三圈之后 刚好它就是到头子这里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头子这样 穿进去 给它剪掉 这里的头子穿两格 剪掉之后 我们另外找一根线 这里呢你找一根铁丝也好 一根这样的腾条也好 铁丝呢更牢固一点 我们比着这个底的周长 周长给它多个10厘米左右吧 10至15厘米左右 好这样比着一圈 剪一 剪一截下来 就是剪一圈下来 这里呢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 垢条不好量尺寸的地方 因为你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 有的编的紧有的编的松 即使一样的腾条编出来的大小 也不一定一样 这里无法说尺寸啊 大家只能比着自己的来 好这样子摆上去 摆上去之后 我们来弄这个腾条 把这一边 这一个圈圈编进去 任意的拿起一根 往后数四个 1234 就是这里嘛 然后我们要穿过这个圈圈啊 穿过它 又从这个第四根 这里是四根 这里这样穿出来 第二根 接下来这根 1234 那我们就是从这里 穿出来 不过你这里边的松呢 你边穿的时候 边这样推它一下 把它弄紧一些 我们就一圈的这样弄着去 把这些腾条全部返朝另一面就可以了 这一根 1234 从这里 这一根1234 注意把它们都拉紧啊 一圈的转着过来 转到最后 这四根的时候我们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1234 在这里我们就从这里穿着进去 这一根呢 1234 这一根呢 1234 从这里啊 从这里啊 从这里 最后这一根 1234 从这里 然后这样呢 一圈的就弄紋了 这个样子啊 然后我们 不紧的地方拽它一下 然后我们拿出 25米长的这一根腾条 任意取一个地方 作为开始位置 套上去 来编这个收纳框的高 一这三圈 我们实行扭边 就是一直用最下面那根条 压上面那一根 因为我们这个是斜的 我们编的时候 要让它往右边走一下 编这三圈扭边呢 就是只要让它牢固 要调整 把它调直 把这个条 我这里不好录啊 但 全靠听我说了 因为 这个条太长了 它容易打到手紧 好 我们现在是这根条在下嘛 扭边就是一直用 最下面这根 下面这根 来压 上面这根 其实一直都是外面这一根在下 一直这样编着过去就行了 我们扭边编三圈呢 又编成直编 直编呢就是这里的编法 编的时候注意朝着它的这个方向 这里 扭边编三圈后我们就来编成直编的了 这里我把线剪掉了 因为这个线实在太长 扭边的话它后面的条它会 扭起来掉一直顺不开我就把它剪掉了 我们编的时候为了它不扭不那么扭 为了大家方便的话 你可以先取一根条编三圈扭边的 再取更长的条编直编的 这个三圈扭边的条怎么量呢 就是围绕着这个周长 这个的周长 这个的周长啊 绕上三圈 三圈我们要给它多一点点 以防不够 然后我们还要穿进去 反而你尽量把它拉紧是够的 这里呢就先给它载着 三会儿又来穿 因为它不稳 然后我们我把这个条剪掉呢 它这里也是当着的啊 后面这样当着的怎么夹条呢 我们要用一个夹转 因为直 因为直 接下来是直编嘛 它不稳 这两根先放在一边 后面稳了 我们再来穿它 然后一上一下 这样子编着去啊 这样子编着去 一直编到这个条结束 反正一直编到你想要的高度 接下来编法就不变了 好 混成直编的 我们还是调整它一下 往 给它往右来 这个方向上来 好 编个几圈它稳了 我没有来处理这个头子 这个头子呢 还是从这些缝隙中 别进去就可以了 很简单 这是把2米5的腾条 编往后的高度 是这么高 因为正面不好看 给大家看侧面 正面呢 这个条老是打到我的手机 手机放不下它 这个有点大 这里不好意思了吧 调的 预估的量 说错了 一般小型的 狼子的方向 我都会试做一个 测出它的长度 再给大家说明 这个呢我没有测 这个主要是用量太大了 我们家也不是那个卖这种调的 我也是买来后编的 就是喜欢手工嘛 因为编这些 总视频的收益 还有卖出去的成品 收益还没有充够我的材料钱 我就是为了想多编一点 所以没有测试 这里对不起了 所以如果大家想编更高的话 因为收纳宽 我们还是要更高一点 脏衣服的 还得继续加条 我又剪了 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又剪了8米的两单 也就是 总的16米 16米 再加上来再继续编 还是一样的解法 用个夹着夹着 后期 后期我会更精准一些啊 我会试编一个 这就不好意思了 我增取每个都能试编给大家吧 其实到这里你也可以就收编了 你觉得你喜欢这个高度 大家记一下 这个高度它就是25米编出来的 高这里总共用了25米 我觉得我是 我都是觉得还不够 我还得加上 加上来继续编 因为这个长度的这个条 它也还剩很多嘛 还可以编 好 我们编到这里的条纹之后呢 还是把它往这些穿进去 往这些地方这样穿进去 穿几个呢 我们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收尾部分 任意选一个地方作为开始位置 我就选这根 隔两根 一二 这样出来 这里呢我们中间就不用加上一根条了 然后这一根一二出来 这一根一二 好 以这样的方式把一圈的弄完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收尾的第二步 这些条呢我们两根两根为一组 任意拿起一组作为开头 让它从第二组的这个 这里这样绕上去 绕上去之后 第二组又从第三组这里绕上去 然后呢我们手上就有了三组条 一二三 这三组条啊 这三组条之后呢我们就把 这一组从这里放下来 从一二和三这里放下来不要了 不要之后我们这一组又从这里绕上去 好绕上去之后呢又有三组了 然后这里又这样放下来 然后这个绕上去 重复这个动作把一圈的这些条 好这样进行一次这个下来 最后这里我们还是一样的规律 这里绕上去 好这组丢掉 这组丢掉之后呢这一组呢 我们就要从 这里面绕啊 第一组这里面绕 可以把它拉出来一点 绕上去 然后这根也要把它 丢掉嘛 它是在这两个的中间 那就要从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存下来 好 然后这一个呢又要存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退一点 待会把它拉紧 这个地方 第二组和第三组 这个差着的 这里 这个地方给它存下来 反正你按着这个规律 它就不会错啊 好这下呢全部穿完了 全部穿完是这样子的一个边 然后这里呢长长短短的 因为我一开始 没有把这个调了 对我们来修剪它一下 给它剪的差不多差不多 修剪的差不多了 我们这一些条呢 直接把它剪掉呢 还是有点容易散 稳到时也稳 然后我们还是把它 往这个地方穿下来 穿下来一截 你可以一二根一二三根不穿 从第四根开始 一二三根也穿了 有点难穿啊 你看能穿进去就穿 不能的话你就 隔两隔又穿 把它全部一排穿进去 然后再检查一下 我们一开始街头的那些地方 处理一下 这个框呢就完成了 把这里的条穿进去 多余的剪掉之后呢 我们这个脏衣服收纳框就完成了 是这样一个 这是底 脏衣服呢 就可以放到这里面了 我们这个脏衣服收纳框呢 颜值不是很高 大家觉得好看就可以跟着边 觉得不好看呢可以先关注着我 对于这个脏衣服收纳框的话 我想了好几种款式的编法 后面慢慢的交给大家 因为这个是个大工程 可能录的比较慢一点 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创作视频不易 如果大家觉得内容有用的话 评论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最好呢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